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冠名古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160章 让你跟我斗 这回范畴也有秘书了 还是个司机兼保镖 虽然凶那么一点 不过就像窦娥说的 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能跟刑警队的副队长出双入队的 这是多么的安全 尤其是个美女 很快就到了医院 范畴自顾的下了车 上官警方跟在他的身后 还真跟保镖似的 再进病房 范畴首先就注意到了病房门口上边 挂着一块八卦镜 仔细一看 窗户上边也有一块 而镜子正中 侧高悬着一柄桃木短剑 看样子 这就是上官警方的防鬼措施啊 范畴心里有那么一点感动 这上官警方虽然嘴里说的很 不过对小鱼还不错 估计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范畴大概是问了问小鱼的情况 上官警方也不说话 就在后边站着 跟那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 下兵是怎么没理的 小鱼则是笑着感谢了上官警方 昨天晚上一直陪着他 上官警方一摆手什么也没说 要不是为了抓鬼 他才懒得在这耽误了一夜呢 但是看小鱼的表情 明显有些后怕 范畴知情昨天夜里 一定发生了一点吓人的事 心想先把顾小北那头安断好了 然后马上接小鱼出院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对于下兵 范畴也表示了谢意 人家一直很辛苦 在医院陪护 连店都不开了 下兵也没多说什么 看着上官警方眼神很有些怪异 似乎在责怪范畴 怎么跟他交一起了呢 范畴是自然看得出来 却不方便多说 只是尴尬的待了一会之后就走了 范畴呢 对上官警方说 我现在要去看我的朋友 你哪那么多事 看了一个又一个 我朋友出院了 凭什么不让看呢 你朋友家在哪 等我问问啊 范畴掏出手机 笑眯眯的对他说 然后拨给了花小鑫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接电话的居然是顾小北 谁啊 怎么是你啊 小鑫呢 哦 他在收拾东西呢 收拾东西 他已经恢复了 不是应该你收拾东西吗 是他在帮我收拾东西 我已经打算好了 今天下午就走 到一个门人认识我的地方去 继续读书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你打算去哪啊 还没想好呢 不过他给了我一笔生活费 足够我折腾几年了 我想到那时候再回来 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电话里的顾小北 似乎对新生活是充满了信心 范畴不仅摇摇头啊 这哥们没钱的时候说话都没底气 一有了钱呢 对生活都有信心了 老话说 人穷质不短 不过在现实社会中 往往是有了钱才有底气 才能有志气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句话也许出出茅庐的 毛头小子不理解 只有经历了岁月的沉寂 才会明白 现实是多么的残酷和无奈呢 就像这俩人吧 一个富二代 一个穷屌丝 人生起保县 在出生那天就已经注定了 你像顾小北的妈 把她生在了起保县的起点 人家花小新 她妈直接就给升到终点了 人家花小新坐着大马洋车 在前边奔驰呢 顾小北光俩家鸭子 地上奔奔裸奔呢 一个泡妞把妹吃喝玩乐 不学无术 却天天过得很滋润 一个理想远大 抱负高远 空有才华 却只能卖畅度日 这就像有句话说的 人生就像拉屎 你就是再努力 很可能也只是放了个屁 老大 我还想着一会儿 收拾收拾完东西 就去你家找你呢 花小新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 明显是有些虚弱 哎 瞧了 我正打算一会儿去你家找你呢 不过 你跟我想一块去了 把她打不走的是最好的办法 那个急的在她家 在我家呢 回头给你送去 你别来找我了 最近家里出点乱子 你来的话 很可能有点麻烦 出什么事了 谁敢在我老大家里撒野 我爸说了 正要谢谢你呢 回头我马骑的兄弟 干他狗日的 哎 看不出来啊 你这好不容易醒过来 脾气还见长了 没什么事 就是家附近呢 出了个案子 然后我梦名其妙的 被条子盯上了 非说我有嫌疑 也不知道那条子 哪根筋大错了 上官警方 就在范畴旁边站着呢 那大眼瞪小眼的 盯着范畴 气着腮帮子 直骨啊 拿他无可奈何 最后呢 范畴告诉花小新 没事少出门 在家呢 把身体养好了 也别惦记 去看小鱼什么的 别去招人烦 等过这阵再说吧 因为顾小北走了之后啊 这小鱼还定 必须有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 至于花小新的心思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这回不用去花小新家了 范畴看了这 脸色铁青的上官警方 摸了摸下巴 黑黑一笑 嘿嘿 我现在想去老天桥广场 看我一个老哥哥 怎么样 你还跟我去不 哎呀 我怕你这样老跟着我瞎跑 会耽误你手头的案子 你说人家会不会说你工作时间搞对象 跟着个大男人满街跑呢 去干嘛不去 我告诉你 你休想找机会溜了 我早就跟上鸡请示好了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盯死你 至于其他的事 自然有首先人去忙 用不着你操心 上官警方没好气 范畴一挠头 东张西望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可我现在有点饿了 哎 我记得附近有一家肯德基 要不你先带我过去 说完放愁 往身上一摸 哎呀一声 哎呀我操 糟了 忘记带钱了 哎我说你带没带 你请我吃顿肯德基 全家桶就行 改天我再请你 全家桶 你怎么不把自己撑死 就15块钱标准 爱去不去 好吧 15块钱也能吃顿午餐了 哎 我就忍一下 哎不过你能不能先停车 我想先去前边 商场撒个尿 上官警方脸都快气力了 一脚刹车踩死 吼道 就在旁边尿 尿完乖乖给我回来 再多说一个字 我他妈就弄死你 啪的一声 上官警方干脆掏出了配枪 重重摔在了方向盘上 范畴还真是吓了一跳 不过随即就斜着眼睛说 哎你别给摔坏了 这可是公家的 摔坏了你还得赔 哎呦啊 我知道你那边没子弹 不是有制度吗 没有任务不能领子弹 子弹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子弹 上官警方气狠狠从兜里 掏出了好几颗货真价实的子弹 哗啦一声子弹上膛 抬手对准范畴 两腿中间吼着 你再废话我就给你换个小子弹 范畴吓得撞开车门就下了舌 上官警方手一抬 枪口继续对着范畴大喝道 尿 不用了 没了 那就给我上车 哎呀 这好吧 别那么凶嘛你 人家好怕怕呀 范畴乖乖的又钻回了车里 脸都下白了 上官警方这才似笑非笑的 看着他一眼哼声道 哼 跟我傻流氓 告诉你 我收拾你这样的 都不用三秒钟 范畴苦恼的抱着脑袋哀嚎 我他妈哪辈子造了你 惹了你这么个灾心 我都跟你说 那个小鬼不是我养的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 他给相信我呀 很简单 你把那个小鬼抓来 在我面前弄死 我就信你 还有 我要去你家检查 过了我的火眼金睛 也算你没事 好 我就把那个小鬼 给抓来给你弄死 看你还怎么说 你等着 你给我等着 这范畴狠狠的敌棍 上官警方从后视镜里 瞄了一眼 得意的一撇下嘴 慢慢悠悠的说着 好吧 看你可怜 我就带你去肯德基 听说最新出了一个 黄金脆皮鸡 我得去尝尝 哎 我也要 你想吃吗 好说 不过我有个条件 傅儿过来 上官警方一脸的神秘 范畴狠下意识的 抬起来 身凑了过去 不料上官警方 突然启动车的 一脚油门 范畴错不及防 哎呦一声 被倒摔在座椅上 哼 让你跟我斗 上官警方得意的 就笑了起来 你个臭老娘们 早知道你这样对我 我他妈 莫不住让吕布 把你现前后杀 再接再杀 杀完还再见 接完再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货 第160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谢各位的收听